老婆 爸 这有个阵挫 你能原谅我吗 你是我儿子 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呀 爸 您能把房子给我 其实我心里特别感激 我也一直想在老房子里结婚 但你也知道 我这最大的心结就是我二姐 她从小就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 我是真怕哪天我们俩几眼呢 她把我跟妹妹撵出来 你说怎么办呀 所以我才想出来这么 这么愚蠢的办法 我也没成想把您提成这样 爸 我儿子错了 儿子不孝啊 儿子不孝 儿子不孝 干什么呀 别这样 想多了 那是你亲二姐 他不会把你们撵出去的 放心 把他真做得出来 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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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行了 行了 爸 我们都住院了 我现在不跟他计较 啊 好 好 好 爸 我想先把这个 创业的事放一放 我踏踏实实地 找一份稳定工作 好 好啊 那 那你打算干什么呀 我这 也没什么学历 我这两天一直琢磨这事 反正想了一大圈 我想去开网约车 开网约车 这开网约车 没你想的那么容易 那吃饭可是没点啊 那那夏天热冬天冷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连个休息日都没有 知道吗 爸 那您说 干什么不累 是不是 爸 爸 您放心啊 儿子不怕 儿子什么都不怕 儿子就怕爸生病 爸 我再也不想你为我操心了 你就让我去锻炼锻炼锻炼 好 可是既然开这个网约车 那车从哪儿来呀 是啊 您说到我心里 我心里 关雨晴那不有辆车吗 他反正那也不开 要不我让他把车先给我解决 关震雷 我不是不让你来医院吗 你干吗来了 跟爸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合着在这儿等我呢 是不是啊 爸就是被你气到医院的 房子的事还没解决呢 现在又要车 你怎么做到的 这是我亲爸 我来看看我亲爸怎么了 我不是关家人吗 房子 你照着有你自己的名字 你爸这不给我 可以 我也不卖了 真像你满意了吗 我现在就想好好找份工作 你说你上下班都有通勤车 你平常也用不着 整天到处飞 拿给我开网约车 我既能挣钱用的 帮你盘活闲置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帮我盘活闲置 那是我的车 有你什么事啊 你怎么总能够把别人的东西 堂而皇之地说成自己的 你怎么这么厉害呀 别人 对 爸 听清楚了吗 我没有污蔑他 他根本就没把我当亲弟弟 也没把我当关家人 你这关键谁 你干吗 你干吗 你要 你要干吗 你又要动手是吧 你干吗呢 这怎么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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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阿姨来了 上上 关雨晴 上回啊 上回你害我腿差点瘸了 我就没说什么 你现在还要当着爸里面动手 你吓不吓人哪你 我 你 你你你跟他动手了 我 我什么时候跟你动手了 中午 在酒吧 震雷的腿 因为雨晴差点折了 在床上躺了好几天都吓不来 雷雷可可怜了 爸 我受了多少气 我都一直忍着 我没敢告诉你 我就怕你伤心 那 那你现在的腿怎么样了 我现在跑多了 多亏岳父岳母账子 不然我身子就差点就瘸了 爸 我没打他 你怎么这么能演啊 要不要我买个轮椅配合你啊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那是你弟弟 你当姐姐的 就不能让着他点吧 这不没打他 李晴 腿舌的事呢 咱就翻篇了 咱不说了 还有啊 震雷结婚 你不想出钱 那也没关系 但是现在震雷想好好找个工作 奋斗一下 你还不支持 我跟你讲 你这姐姐当得也太说不过去了 是吧 你看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这个姐姐 这是病房 你们已经打扰了病人的休息 请出去吧 徐清风 这又有你什么事啊 这是贵宾病房 这只有我爸一个人 我打扰谁了 这是我们官家的事 现在没你什么事 你不要老插嘴了 你 你出去吧 关枕雷 对徐医生客气 不好意思啊 徐医生 你要有事你就先忙 这边我会解决好的 有什么事就给我发微信 实在不行 我叫保安 爸 你好好吸着 关正雷 跟我出来一下 我不 万一你又打我怎么办 我答应你 不跟你吵也不跟你闹 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不可以 爸 你真的得好好给我做所主 你看他挣这么多钱 你真的要支持这种 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啊 关正雷 怎么着 你背着我们卖房子的事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爸现在还没出院 你又跑来要车 当着你岳父岳母的面 你胡搅蛮缠 你简直的臭无赖 你说谁无赖啊 你 你说谁你来的 别冲动 别冲动 你再说一遍 别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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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关 别冲动 老关 你别动 爸 老关 关雨晴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 关雨晴 你不在乎你弟弟的死活也罢 但是你不能当着你爸爸的面 刺激他呀 爸 深呼吸 深呼吸 你千万别着急 老关 你就当没听见的啊 爸 都愿我们 都愿我们这个当爹妈的没本事 不是 爸 帮不了震雷 才走着今天这一步 爸 雨晴啊 震雷千错万错 我还是那句话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一个富的 帮忙穷的 你吃点亏也不损失什么嘛 是不是啊 行了 行了 你歇会儿别吵着行 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都不管你自己的身体了 你还向着他 你为什么呀 他就是因为怕你 怕你把他 从那个房子里边轰出去 所以他才想出来 要卖这个房子重新买房 你 这个事不能全怪他 是不是 你是当姐姐的 你就帮他一把 把你那个车先给他 行不行 说了半天 都是我错了是吧 为什么每次一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就要向着他 你只有他这一个孩子吗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啊 关雨晴你说啥呢 你还想认爸吗 你闭嘴 行 关震雷 恭喜你啊 你的目的又达成了 你赢了 车我可以给你 看在爸的分上 别把车给你 行了吧 你还想要什么 你说啊 雨晴 雨晴 别生气啊 说什么 别生气啊